第十八届司法节庆祝大会 与元月十一号在台北中山堂举行 总统府副秘书长黄伯杜 首先宣读总统训词 大会由台湾高等法院院长孙德庚主持 司法行政部部长郑燕芬 并在会中致辞 勉励司法人员守正不阿 奉扬法治精神 优秀司法人员同时获得政部长颁奖 当天下午行政院副院长王云武 为台北新肩落成剪彩 这座新肩位于桃源英格公路旁边 占地二十多甲 包括新式监房工厂和花园等 并有现代化的卫生设备 是远东地区最具规模的新肩 为了庆祝司法节而举办的 监索作业成品展览 在同一天揭幕 王副院长 由郑燕芬部长陪同也来参观 对这些精致美观的成品 即表赞扬 犯罪调查科学技术展览 是第一次举行 这些精密的仪器 能充分侦查出一切犯罪活动 我们认为纪念司法节 先要重视司法 做到刑期无刑的地步